各位网友大家好 上个月31号有媒体报道 台北有一个火车医院 也就是台北机场马上就要关闭了 这个在台湾的铁道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事件 因为它引发了许多铁道文化人士的关注 铁路跟火车对于台湾社会的变迁 交通的发展乃至于全民的记忆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们今天特别请来一位长年关怀铁道文化的学者 苏昭旭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台湾铁路这个主题 苏老师你好 总统好 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年从牛铭船1887年创建台湾铁路 刚好今年是台湾铁路第125周年 非常感谢总统能够关心这个议题 那么我们今天也很高兴来分享台湾铁道的文化 我知道你是个铁道迷 我是个刘明船迷 所以我们有一点相同的地方 刘明船在1887年 就是他担任台湾巡抚那一年 开辟了台湾第一条铁路 今年刚好是台湾铁路第125年 我们研究台湾的发展史 可以看得出来 铁路的新建为台湾带来了好几次重大的转变 发挥了很大的历史功效 很多人都不知道 网友铭船当时其实并没有经费新建 它是靠着英国跟德国的洋行出钱来建的 所以它是台湾最早的BOT案 那么这显示了 只要你有心建设 还是可以克服五米之吹 如果你真的是巧妇的话 所以他不论是来台湾先还是后 如果都以振兴台湾为纪念 前人用心把铁轨铺好 后人就能够在前人的基础上 日行天理 无缘不见 没有错 总统说的没有错 事实上游民船的铁路 它为台湾创造第一次的一个重大的现代化建设 那么它在西元1887年到1893年 它当时完成基隆到新竹 但是后来台湾在1895年之后 就是由日本来统治 那么在1908年的时候 我们台湾第一次的陆运空间革命正式诞生 所以当时从基隆 然后一路到高雄港 我们台湾第一次成为一日生活圈 在十大建设的时代 我们到了1979年 我们台湾西部干线铁路电气化 然后在1990年代的时候 我们终于台湾完成所谓环岛铁路网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知道在1996年的时候台北捷运 台湾第一条捷运诞生 然后1997年淡水捷运 然后刚好隔了十年 2007年的时候台湾高铁诞生了 所以从早年就是从北到南要数天 然后到一天 到台湾高铁的时候南北已经缩车 只要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到 那我想这是台湾铁道 一个历史空间的革命 这也将成为我们台湾铁道 共同的历史记忆跟铁道资产 我当时担任台北市长的时候 又几次跟铁道有关的建设经验 比如说完成台北捷运的基本路网 那对台北的发展影响 当然是非常重大 因为实际上台北的捷运是连通 到当时台北县 现在新北市 而像这个万华地区铁路地下号以后 整个孟甲大道跟华翠大道大桥 他们对万华地区的发展 也就提供了更多的一个空间 整个视觉的美感就完全不一样了 当时保存在这个 我们东区的台北机场的员工的那个澡堂 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建物的保存 也想把它开闭成为劳工公园 同时我们把老师傅修车用的这种零件 放到我们师傅外面的草地上 变成一个公共艺术 这些工作我们想起来其实都蛮具有意义 都跟铁道有关 没有错 事实上火车不只是交通工具 车站也不只是建筑物 我们常说车站是故乡的城堡 的门户 是有子乡愁的城堡 所以呢 透过火车 然后呢 会让很多人呢 他回想起他第一次 他出万元性的记忆 所以许许多多的一些 年轻的岁月 以及成长的轨迹 往往随着火车在铁轨当中奔驰 而这点点滴滴的记忆 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被人回想开来 所以呢 包含像台铁的车站 像以前台铁车站都会有那个流言板 然后呢 在过去呢 还没有手机 没有简讯的时代 往往呢 最后离别的言语 就在车站流言板上 知识片语流下来 而乡丑的记忆 就这样子被留在的车站里面 它那个流言可以留多久 大概如果写的差不多满的时候 就被后面的那黑铁车站 擦掉了 我小时候住万华 所以坐火车机会蛮多的 因为我们可以坐 那个新店先到新店 是是 也可以坐到台北火车站 坐淡水先到淡水 是 还有呢 台北火车站可以坐到旧北头 是 然后换柴油小火车 到新北头 对 因为那时候我附近在新北头工作 是 所以我每个礼拜都会去新北头 是 去洗温泉 是 所以都是坐火车 是 因此我这个 从大火车下来的时候 一定会跑到火车头旁边去看 是 看那个庞然大物 是 然后对司机表示敬意 是 因为一个人能够操作这个庞然大物 一定是伟大无比 是 从小立志当火车司机 还有就是那个 一个歌手林强 是 他的成名曲向前走 是 通行一时 现在都还有很多人在唱 是 年轻的人到台北来打天下 然后坐火车 是 离告别故乡 是 进入台北 看到高楼大厦 是 那种心情的转变 留下很重要的这个生命的记忆 是 所以火车对很多人来讲 生命的一部分 没错 事实上呢 我想呢 就是因为火车 它是许多人 它一辈子很重要的记忆 所以到今年为止 我大概去了45个国家 写了30本书 那么我就是要把这样的生命记忆 透过教育跟文化的方式传承下来 那也在写作这些书的过程当中 我开始发现到铁道文化资产 跟铁路的科普教育的重要 那么我想呢 当我们能够把这些资产存在 好好的保存呢 那么我们就不用害怕这个东西会随着岁月 事实上这个除了台铁之外呢 高铁现在也代表 这个发挥了南北运输的功能 真正的把距离缩短到 这个不到两个小时 对 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而且变成很多人 现在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 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铁道运输啊 将来会成为我们运输的主义 因为从节能减碳的角度来看 它远比公路运输啊 要来得更为经济跟节能 所以往后来看呢 铁道运输啊 应该是越来越旺财 对 没错 不会这个消失 更不会衰退啊 对 因此我们更有理由啊 把过去铁道的历史 能够把它好好的保存下来 是是 没有错 事实上刚刚总统所提到的 就是一个实战性趋势 因为我们来讲 铁道运输是个绿色运具 根据国外的一个分析来讲 就是我们移动一个人啊 如果说移在铁道上 跟小汽车来相比的话 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有九分之一 如果是跟飞机来比它可能更少 它可能二十二分之一 更是更小 所以我想我们近年来呢 铁道因为它对台湾是如此的重要 所以呢 在目前呢 在台湾呢 铁道呢 有许许多多的一些铁道保存的意识 就逐渐的抬头 那么所以呢 让铁道成为全民共同的记忆 现在变成一种新的潮流 所以台铁现在开始复始大型的 蒸汽机车DT668 还有像CT273 那DT668跟CT273 它承载的我们许多乡酬的记忆 包含刚刚总统提到万华 包含以前从中华路路桥所看到 那些火车啊 这些都是以前台铁这种CT270 DT650这种大型蒸汽火车的舞台 而我们现在呢 台北机场更重要 因为随着时代的更替啊 台北机场所修的很多老火车 如今依然健在 但是它自己却即将攻城省退 那么呢 我想呢 我们台湾现在很欠缺的就是 我们需要一个国家级的铁道博物馆 那我们希望能够给 我们的行政部门更好的资源 将来我们也能够有个 国家级的铁道博物馆 把这些共同的历史记忆留存下来 比方像英国的约克铁道博物馆 美国的巴尔地摩铁道博物馆 瑞士的就是在卢森 然后法国在摩洛斯 德国在鸟伦堡 将来呢 我们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铁道的记忆传承 就永远不会消失 我在法国 德国 都坐过他们的火车 印象都非常的深刻 很快 很舒服 而且使用非常的普遍 那我也注意到呢 我们国人在铁道文化当中 对于车票很重视 尤其是像永远堡 韩康 这两个赞 变成国人最喜欢的 这个纪念的车票 另外还有追分成功 的纪念车票等等 这个在国外是 不太可能有这样的情况 然后把这个 这边有把这个公字型的一个 纪念品 叫做铁不出轨 这是送给情人的 其实不一定是情人的 送给公务员也可以 那么我们希望把这个用铁钉 做的一个纪念品 叫铁钉成功 我想这都是很有创意 也没有想到铁道文化 能够在文创方面 能够也有所发挥 还有人就是铁路便当 铁路便当 我在台铁100周年 就是2008年的时候 我就职典礼 日本的访客 我就在董事长 请他们吃这个便当 然后有点点 人家说你怎么请贵宾吃台铁鞭 我说意义不一样 因为2008的100年前 就是1908 就是中外线通车的那一年 就刚好100年 非常有意义 所以我说 也是表示 对日本朋友的一种感谢 他们当时在台湾的建设 事实上 台湾的建设 当然不止如此 周老师可不可以 给我们分析一下 包括除了台铁 有像阿里山铁路 是是 它不是台铁系统的 是 那它的贡献呢 阿里山铁路对台湾的贡献更大 尤其要跟总统报告的是 民国有几岁 阿里山铁路就有几岁 因为我们中华民国是在1912年 那我们呢 阿里山铁路是从1912年的12月25号通车 所以呢 它的年呢 是民国的元年 那它的生日刚好是耶旦节 那所以呢 当我们在庆祝中华民国100年的时候 阿里山铁路也就是100岁 而且阿里山铁路为台湾打下很多重要的国际荣耀 例如说阿里山铁路最高点 在驻山站看日出 是海拔2451公尺 这个海拔高度呢 在东亚地区是铁路最高的 最高的点 最高的点 因为呢 阿里山铁路是宅贵 所以它几乎可以说是亚洲的宅贵铁路最高点 所以呢 阿里山铁路 它不只是亚洲宅贵铁路最高点 而且呢 它还跟日本的大景川铁路 递结为姐妹铁道 那我们呢 政府部门现在更全力努力 因为我们要将阿里山铁路推向世界舞台 由于阿里山铁路的高度 还超过三条UNESCO所核定的世界遗产铁路在年度 我们比它们还要高 所以我们将来呢 希望能够让阿里山铁路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的 这点倒是很有意思 那么我刚刚讲说 我们非常鼓励铁道运输 所以说东部铁路 它现在瓶颈段的电气化跟双轨化 施工了已经有两年多了 应该在明年就可以完工 同时呢 像积极县 平溪县 内湾县 这些呢 都变成许多铁道迷 跟一般民众的最爱 尤其是坐在铁路 铁道上面看风景 像在这个东部铁路 说看山看海 其实在德国 从法兰克福坐火车 到那个科隆的时候 那个看那个真漂亮 看蓝银河 非常美 非常美 所以火车正是有它 没办法取代的一个价值 那我曾经在我的 这个周期里面 请到日本籍的旅游作家 这个青木邮箱小姐 她对台湾的评价 说美食美德 还有不可思议的美景 那台湾铁路呢 就是提供这个不可思议美景 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前年有一个观光客来自大陆 结果在东线列车里面看到列车长吴敬船 在查票的时候 看到他在写明信片 他就在这个查票 在车票上用三种语言 写下了祝福语 哇 这位大陆光客感动得要命 回去以后说出他的心情 他说那辆火车并不豪华 不新也不快 是个非常普通的火车 但是真正打动他心学呢 是那一份真诚跟用心 这份投书披露之后 很多人看了都很感动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可爱 就是无处不有让人感动的小故事 这是自动自发自然出现的 这也是我们观光最大的魅力之一 铁路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对 那现在许多外国人来到台湾 除了搭台湾高铁 搭遍地的台北捷运之外 更喜欢搭着台湾的火车 去了解台湾这块土地之美 包含说现在呢 那个日本观光客 很希望看到台铁的旧山线 旧山线看山 然后也希望台铁能够复使深奥线 搭深奥线就是八斗子那边去看海 对 那么呢 目前的台湾的火车外交 也颇有斩获 像台铁的这个CK124蒸汽机车 即将跟日本JR北海道的 C11171地结解密车 然后未来呢 我们可以邀请更多日本人 来台湾大火车 对对对 那么在铁道外交上 我们现在也慢慢地有所提突破 那么也希望透过未来 在铁道方面成功的外交 那么使得台湾铁路的文化 可以在国际上发光发热 这是用铁路 来找出台湾外交的活路 是 没错 很好很好 我想这个故事是说不完的 那么民间这个研究铁路 关心铁路的人越来越多 很多老车站 老火车 或者老路线都已经复始 是 代表了社会 乐于从历史当中找寻新的力量 所以未来可以在官方跟民间的合作之下 一起来推动台湾 解到文化的保证 我想苏老师 你在这过程当中 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感谢总统 带领的大家 指导大家 并且像刚才一样的 帮我们来解惑 谢谢您参加 谢谢总统 太棒了 谢谢总统 谢谢总统